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蠻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嗨! 又懷疑! 好嗨! 那麼,回顧回顧啦! 哪一套呀? 接著要講的那一套,就是追思社的執筆 追思很多套呀,四位! 怎樣追思法?鏡法? 魔法禁師木洛 對不起,我理合二 你只顧鳳凰丸,我忘了二字 有什麼分別呀?我覺得沒有分別,應該是差一 這套根本就是成績上季一個拍展 正常沒有分別是對的 理論上是沒有分別的,是 右手歌的右手依然是超級的 是右手嘴炮歌 嘴炮右手歌,嘴炮經過右手的嘛 我不知道,應該是右手打完再嘴炮 成績第一季,當馬遇到的敵人 當然的級數就越來越高 不是呀,由教徒才到教主,我都不如打 我首先講這個魔法的疑問 對我來說,每個人只能一種魔法 而且那種魔法還是簡單到不行 我真的見到阿當馬對著 無論教主級的,或者叫做 聖徒那類的 我好像沒打過聖徒 前方之風 現在不是聖徒 後方之水才是聖徒 那個男人才是聖徒 聖徒真的很強 你想一下當年這個神烈 對,神烈那個是妖殺 等他升到這個層次才跟我們在地上 所以還沒打著 無論兩者都叫做 都叫做前方之風好像很厲害 四大師王那些 假假的都不是前 只是霍風彈 真是前方之風 你還要不得提 人如其名 那個炮真是只能向前射 真的會入門寫的 風彈 你說那個教主的那個 只會用 十字架 只會用十字架 簡單來說 很悶 救命 教主是不是這麼貧乏 他好像扔一些棺材 來打到你 我覺得 沒有所謂 因為他老實說 扔得再認也好 右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右手沒有煩惱 右手和有愉快的後功門 就沒有問題 老實說 如果你說劇情 我真的不會說太多 因為很長 講劇情 我們不要再說劇情 第一件事 我心疾的戰鬥方面 就是 不喜歡的事情 跟上位一樣 解釋的事情很多 你的魔法 那個人的來歷 怎樣多 有什麼目的 其實人們通常最喜歡自爆 自爆完之後 這首歌就是用右手 教育手的食物 他們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所謂的信念 他的信念是堅持著他一直裡面 經過痛苦的動力 經過這個痛苦的修煉 和爭取這個地位 而獲得回來 但是說了出來之後 右手歌只要說一句 你錯了 是三十分鐘內 就可以幫你完成批核 解決你的夢想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右手歌的能力是進化了 由於右手有無效化的能力 他連嘴炮都有無效化的能力 嘩 你看看所有人在他面前 他只要說幾句話 那個人的信念就會立即動搖 而最後怎樣去動搖他的信念 就是一隻右手打在他的臉上 修正 搞定 老實說 我有時覺得 不用說各個角色 都一定有個信念 就是有個原因 老實說前方之鋒 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很亂來的 其實 是不是遇到這種事 你就可以去發爛那些東西 前提 其實我覺得角色 是沒有需要給他一個 reason 因為你感覺上 這個東西一向都是 中教狂義分子 是不需要你 或者其實你說的好像是 在這個 那個叫做 學園祭 學園祭那個時候 運動祭 咬指出魔法那位 魔法師 那位姐姐 那位姐姐 姐姐的本事蠻好的 是本事蠻好的 看見到什麼 其實他也有個信念 但是 嚴格來說他是堅持到的 整套東西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堅持到自己的信念的人 就是只有他一個 對 所以想到就不出場了 你已經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對 你竟然信念一流 死了 玩完了 你也看到無論 右手哥 幾次遭遇戰裡面 幾次對著他 跟他講道理 他都說 我來的目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那麼容易說服到我的話 那我還用來做 我應該說 我看兩季應該都不會看錯 這套東西有個很大的問題 始終都是很喜歡洗霸的角色 其實很老實說 我覺得 剛才說 我剛才說信念這件事 沒錯 其實應該不會無緣無故改變 你可能說十個角色 兩三個會被主角感化 都覺得OK 算 但現在的情況是十個 有九個半都是被主角感化 是否那些信念真的那麼容易去動搖 好老實說 還要被一個沒什麼經歷過 這個人世間的沉默痛的人 說幾句話 就能夠說服到你 我覺得完全是沒有可能的事 誰才是最大的問題 瘟失小花都可以說服你 你的臉書有多堅定 所以我就說 他的嘴怕能力 一定有無效化能力 其實很老實說 我覺得 始終當麻有多過幾樣東西 又說 你當人家的朋友是什麼 其實你不應該這麼想的 我們應該說不回覆 你應該說 其實當麻 其實有個站住 他每次都處於被動者的身份 而被動者 他當然可以判斷 現在產生了這件事 令到任何人受到傷害 因為他根本上是一個被動者 還有我想說 其實如果你說用一個說服劇 去出發的話 其實他說服問題 應該是不會有說服的可言 因為他那個出發點 就是在於 因為你現在在做一些事情 你在傷害我的利益 所以你不應該這樣做 即是變成這樣 你不是去了解別人 你不是去了解別人 為何你會這樣做 為何你的心態是這樣 你去解決別人的心理 去幫助別人 你不是這樣 你純粹說 你現在傷害了你 不行 我要打死你 其實你根本不是解決到任何問題 難道別人會告訴你 因為我一生做壞事 即是因為你這樣說 原來我傷害到你 所以我就不做 不可能會這樣做 沒有理由一個人的性格 可以轉變得那麼快 這件事都是剛才的問題 即是你舊式那些 因為傷害力很重要 接著不妥 打死你 打死你 但問題這套事 就是不先打死對方 而是用口水讓對方打死 你打死 你打死得成功 之後再說服成功 用口水打死對方 用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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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如果這一個 的話 唯一的轉變是做出來 就只有一方通行 怎麼跟一方通行 一方通行是給那些小妹 不關事 其實一方通行 他有足夠的意思 就是說一方通行 他是知道自己做壞事 但沒有人阻止他 應該說他想找那個人阻止他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總之你找到一個理由 或者你打得低我 可以令到我解除這件事 第一句來說 他就是為了這件事 而第二句也都秉承了 就是說我被人打倒了很自然 那我就沒有利用價值 還有這樣說 木圓神拳那件事 即是木圓這個 我真的一定要說這個 一方通行 我覺得要帶木圓出來 木圓神拳 是否合你的問題 我們之後再說 但我覺得木圓的角色 出來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告訴你 一方通行你是厲害 但韓國圓都市都被人打倒了 其實我覺得 整兩季之中 描寫到一方通行人 一件很好的東西 可以回應第一季 就是說 一方通行人期有很多東西 心裡有幾 即他可能知道 我自己做的事是壞 我自己做的事是殺很多人 但是 有些事不到他控制 其實韓國圓都市是比他更強的 雖然他的能力已經很強 本身就是說 如果 一方通行人期在第二句都說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 我就什麼都不是 我就沒有生存的價值 因為他生存的價值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最高的LV5的超能力者 所以他要幫你帶 你說好像其他 為什麼其餘的比他厲害的 即可以壓制到 一方通行人能力的人 不出來 就是因為韓國圓都市想培訓他 所以就不會被這些人出現 所以就說 你沒有利用價值了 那我自然 這班可以打得低你的人 就自然會出現 那當然 木圓神拳的問題就是 還是稍後 還是稍後的問題 但是你會見到 就是一方通行的轉變 還有就是 到他被人打低了 沒有了 他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他怎樣去找回自己 應該要堅守的信念 還有 你這麼說 因為他始終 殺了什麼妹妹 對呀妹妹 殺了很多 所以他自己 對於這個 其實他有罪咎感 那一刻 我很記得 青蛙博士 銘土龜雲 他名字很帥 冥土龜雲 叫青蛙博士 不是青蛙博士 不是青蛙醫生 他很有面子的 我知道 青蛙醫生 那句話就是 你應該怎樣贖罪 其實這個被一方通行人去反思 其實這個屬罪可能就是 最簡單就是 對現在 前面這個 最有資助好 就是去保護他 這個當然 你會知道 他明白是彌補不到所有事情的 但是他起碼會是 珍惜這個機會 去做他覺得他應該做得到的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一方通行人對他的能力 其實是有少少疑惑的 因為其實在第二季裏面 殺我介紹過 我這個能力就是拿來傷害人 不是拿來保護人 他覺得 只要他用這種能力 他就會再次傷害人 因為其實他 潛意識裏面 對傷害人 其實有多少是反感的 嚴格來說 你不惹我的話 他可以一輩子 我家都可以 但是我又喜歡 其實他都謀亂做得出來 就是因為他 在第二季裏面 射鬼都殺人 你想想他 他對著那些什麼部隊 我都不太記得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那些很差的 很差的 類似特種部隊 他真的拿親親實彈去射他 壓他 推他下去 你會看到 其實他雖然知道自己的原則是怎樣 但是其實有很多烈根性的事情 是沒有改 而且你可以這樣說 每一個角色 他自己都有條底線 不會說在那條底線上無限退後 好像Dorma那樣 我不殺就是不殺 我要用嘴炮來打贏你 就一定要用嘴炮來打贏你 所以一方通行是沒有那麼堅持 就是我沒有出力 我就用槍 所以應該這樣說 我不知道作者的心態是怎樣 可能作者是想製造一個 很完美的角色 但是很老實講 我覺得 新耶素 但是老實講 我覺得說立體型來說 一方通行這個角色是做得非常成功 整個第二角色最喜歡就是一方通行這個角色 真的說到他感情位 他的變化 所有東西都出來了 老實講 我覺得看禁書二位 看一方通行的藥情 是兩個對比 是天與地 一看到Dorma 可不可以飛快一點 我是這樣的感覺 一方通行你就要看到 其實他對自己的信念 那種迫力 就算立行或者對著犬部隊 或者對著牧原神拳也好 他就輸那一刻 他都會怎樣去想方法 叫做什麼 這個角色會輸 他是可以輸 所以才能夠做得這麼立體 但是Dorma是不能夠輸的 你發覺他永遠都不會輸 你放心吧 我還未清右手 我出過左手 你先清楚一點 我養你的 他就算不贏 他一定不會輸 最多打成平手 大家和局收場 但是因為一方通行可以輸 輸完之後 你要看到他怎樣去解決危機 就不同 右手哥就是 因為他的右手其實沒什麼能力 簡單來說就是 而一方通行其實 他有很多叫做 戰鬥技巧 雖然牧原神拳 代言人跟他說 其實你沒有什麼戰鬥技巧可言 其實你都是一個亂打的人 但是你都會 他亂打很厲害 你都會看到 一個殺了 經過這麼多妹妹的歷練 被她殺了 怎麼都有這麼多的戰鬥技巧 在裡面 妹妹關戰鬥什麼事 你錯了 再你答上 成為妹控之路 還有這樣說 我想一方通行的設定有些關係 因為你始終 老實說 你怎麼放在右手 怎麼打下去無效化 這件事你不會表現得很多出來 因為無效化就是無效化 你用右手就是右手 但是一方通行的東西 就是他可以改變這個Vector 就是向亮 那個變化是會比較多些 當然你都可以說 其實他最常用的招式 都是那幾招而已 但是叫做 後期的變化會比較多些 你可以看到多色彩一點 這件事其實可以這麼說 就是本身 向亮的東西 你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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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起來 質量和力的表現 突然有一個氣場 再反射它 或者是子彈 每樣不同 但是右手歌 在右手歌的任務面前 全部都是空氣 一聲就沒有了 其實你不會讓那個威風 其實是 不是啊 最後一聲的是 再簡單來說 右手歌可以把所有東西 都還原基本步 我只是用物理打來 其實你任何效果都沒有效果 但一方通人當然 我喜歡說 一方通人的能力 是可以做出更多 但我不知道 是礙於作者的能力 其實不得幾多 有很多人 是研究過一方通人的能力 他講過道理 理論 那發覺其實是 算了 作者作 作者一向都是 其實他作得很大能力 那時候 其實是很多時候 都是奧羅伯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 禁書的一個特色 老實說魔法質 我覺得算了 謎之技術 我覺得沒得去摘它 但你說 科學質的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但這個 我也覺得算了 因為一方通人 我真的覺得 描寫的角色是真的好 不只是說這個作品裡面好 整體來說 我感覺是真的 描寫的問題 而且他真的會為這個角色 製造一些弱點出來 好像其實 由一開始只有15分鐘 之後提升到30分鐘 之後提升到 你説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 就是由一開始慢慢 削弱了 怎麼站起來 會不會有電 其實 你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這一下子很聰明 老實說 我覺得第一位是方通行 有誰可以打贏 當然 你可以硬破硬衝過去 怎樣打穿他的力場 總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但老實說 你用常規的戰力去比較 有什麼可能打中他 你連打中也不會打中他 根本其實他是無敵的 如果你這樣想起來 特別難聽 你找個核彈炸出來也沒有用 是不是啊 還說過 核彈炸他其實也沒有用 他算數 老實說 是wetter的問題 所以現在變成了 上季他傷到者 因為他正在用那個能力 去幫母妹解筆 那些東西 這一下子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而今季就把他的能力限制在 某個時段之內 即你這個無敵技能只可以 15分鐘或30分鐘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聰明 如果不是你玩完 根本就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他這麼貴 說他終於有機會 可以拿身槍實彈 拿槍去殺人 是有原因的 而且方通人真的是 善用自己的人 說recharge的時候 用其他條件 去擊倒自己的對手 還有他有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 始終在group的控制之下 就豐富了他 不可以說獨行獨立場 因為他隨時停你電話 你就變成一個廢人 你只是一個普通人 你可能連那個普通人力 都沒有了 現在變成這樣 你根本不會成為戰力 可言 就算阿谷給你這個能力 你可以用三分鐘 你也只有三分鐘 那一年之後 他還要走得走得走 那是廢人 所以變成多了局限 其實我覺得 反而令到這個角色 可以有更大的表現空間 應該說很多大事件裡面 可能他的進退 或者他的心理掙扎 他這件事可以寫得出 但是有首歌沒有肩負的 他任何事都會說 我要擊破你這個幻想 就大了 其實我現在還要擊破你幻想 是甚麼意思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這件事太差了 船樓 對阿蘇哥的嘴巴太強大 我們不明白很正常 我一常人不理解他的思想 所以你說戰鬥方面 或者主角方面 應該少一個總結 其實我始終都認同 那件事是兩個對比 一方通人和多麻 多麻裡面的功夫 那些力度 有嗎 多麻有 那些東西就落在一方通人 所以一方通人寫得那麼好 多麻寫得那麼差 就很簡單 那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 繼續說其他一些 比較超乎科學的問題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科學的問題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科學的問題 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 動漫模商 我們繼續這個魔法禁書 主武六 異怪 剛才剛才講完兩位主角 當麻和一方通人 當然我們要提及其他 他們的支援部隊 各位的女國們 什麼支援部隊 即是後部攻 我第一次認同這件事 我第一次認同你說話 首先就是 應該劇情崩大了很多的美琴 OP和Ending崩大了很多 我想始終美國是魔法則故事 其實他的輸行也不是太重要 老實說 我覺得他出場 只是說作者想他出場 就隨便讓他出場 最重要的是 科學禁書目錄 那就不用科學禁書目錄 科學禁書目錄 科學調詞法那邊 他出場到女主角 這邊的氣氛少一點 是正常的 他走過去那邊做 其實主要是學員制 其實擔的氣氛比較多 其實都是 學員制? 沒有啊 出場獨為 他是沒有實際出場的 你剛剛說 始終是 打磁 拿來打磁 隨便打磁 你隨便打磁 聖筏遊戲 不是 不是嗎 磁不用打的 你看看某個修女 沒有事自出自入 要打的嗎 然後當然我們也提提 女主角Index 我想說 那更加影響 那些人已經忘記了這十萬 十萬 基本的 應該這樣說 現在的劇情 二季劇情 完全沒有用過Index裡面的設定 其實你沒有用過 第一集不計 那一集是圈外 Index是解說人 總之有哪個魔法 他有強制永昌的 他一定會 沒有什麼法 當馬就得粉 他又會 但他會有適當時候 他又會不知道 老實說 我覺得兩季 我記得他出場的地方 就是去咬一首歌 去吃東西 沒有了 然後已經 老實說 解說那些東西 這套東西最常規 這套東西 還一張廁紙給人 你知道這套東西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敵人在那裡自爆 其實Index不喜歡解釋 那個敵人在那裡自爆 不用的 沒有所謂 最後慘到影響到 你都看不到他的自出自入 當然不是 老實說 他的影響程度 就連風斬 只要兩集的影響 就搞定了 哈哈 風斬 不是影響 是吧 真的 不用你 不用你研究那些影響 某些情況之後 有些影響之後 我真的不明白 怎麼可以搞到這樣 怎麼會這樣 做了某些事之後 有些高雲之比 有些影響 大家H版就知道 這個只是一個笑點 大家不要這麼研究 你看完什麼 這麼害怕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搞到這個人很辛苦 這個人不太辛苦 這個人很開心 你搞完之後 新一條舌頭 然後再 不是啊 他好像在吊頸的人死了 已經吊在那裡 是鹹魚 大家看了新唐L的版 之後 誰會喜歡這個樣子 我差不多都是 說著 味道不一樣 為何會這樣 經常都會 入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不要管他 不要管他 一是重一點 一是輕一點 我覺得風斬 那個位置 也是出來奇怪 之前也是事前母 那個位置 又是走走走走 然後又說 我是你的朋友 中途你們有沒有交集過 大佬 麻煩給點劇情 沒有的 另外還有另一件事 其實那件事 對整個劇情 他表現出來 整件事好似 好大很嚴重 但其實我覺得那個手是非常闖 在做甚麼 其實我都不明白有多嚴重 我還未知道 那件事的嚴重性 就已經完了 穿了個洞 怕人就沒有了 然後完了 打完 最慘的是 那個所謂的最終點 就是有個人在那裡放風彈 然後被人的腳 然後打下 其實我不知道整件事發生了 甚麼事就已經完了 究竟有多嚴重 我想這個是他基本表現的問題 但至於你說那些 不知甚麼風彈 那些奇奇怪怪 真是硬 我倒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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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議題裡面 寫得最好的全部都是男角色 那些女角色全部 不是被人拿出來 好像神烈的拿出去 賣肉 拿出去 被右手擊倒過的 全部都收了口供 那些移動教會被人 全部都收了口供 全部都拿出來賣文 正常的人要出場 要出場 出場去做服務 然後進入藍角色裡面 土耳門真的可以做回自己的角色 他有打過的 打甚麼 這傢伙真是戰略型 我告訴你 土耳門的落力程度 絕對比多馬哥 這傢伙真是戰略 他真的要打 帶別人來很辛苦 包括衝他的嘴巴 然後衝他的右拳 所有人 土耳門知道自己的傷害 還有別人會有相應的人去對付他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會說 我要對付你上條當下 然後什麼呢 對著之後走出來 走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你的右手的能力 你對付不了我 你太看笑了 我除了開右手之外 我就是我的嘴巴 你太看笑了 你太看笑了 右手只不過是那個衍生 我真正的武器 是我的嘴巴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套廣產片 叫做國產007 大家知道嘴巴是很離婚 你怎樣啊?文西 是不是那個大陸白探008 每個人都已經很了解上條當馬里的能力 就好像一方通行的話 我已經清楚了你的能力 說到怎樣威脅 你已經是無所遁形了 在他的能力以下 但是 照樣 他們放了這些招 全部都是給當馬是可以擋到原來 然後說 看你擋得多少下 你明明知道別人去無限下 人家擋都不用夠MP 什麼都不用夠 照相諸技能 對一隻你自己要用MP 還要 好像前方一樣 你看口風有很多口血 他吐血是你的原因 不過這個是笑點 你出魔法已經出道 吐血了 你這樣說 這個是整套戲的邏輯最大問題 為什麼打了四季的時間 五十多集都沒有 拿機關槍去射多馬呢 千萬別問這個問題 很危險的 你不可以回答的 你明白嗎 但是有人掃了方空行羅 對呀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這樣說 當馬是聰明的 例如說 扔阿美琴 他跟他的機關槍去打 對呀 後空當然是拿來擋子彈 對呀 子彈分佈的 對呀 我就是去打一隻大的 對呀 合理的 魔法方面他可以打到 那些雞尺打不贏 那就是 找一個人拿機關槍跟他打 你看 他跟蛇叔打 死一百次也不嫌 你信不信 蛇叔的香蕉打贏他 你信不信 一夜統搞前手局 我真的很討厭 就是他們那班人 就是完全是 好像很重視你的存在 但是又無視你的技能的存在 而好像就是 很有戰略性的去封印你的技能 但是其實是封印不到你的技能 尤其是魔法則的人 就是你這麼注重這些所謂的儀式 或者佈局那些東西 不是 老實說 這個真的是 整個劇本的邏輯問題之一 老實說 你不喜歡放火器 你不喜歡用槍 那你拿劍拿弓也好 拿劍拿弓去打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你又不會這樣做 那你就始終解決不了 那你派人過去打做甚麼 你派過這麼大顆 竟然都是被人打到躺下 好像前往接風格 他把東西砍掉 其實最簡單 你找那些教徒 拿劍拿槍 一人插一刀 他都死了 這是一個很原始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是有救病 第一二集的時候 對教會那些修女 當上是苦戰的 那是正常的 因為 那是物理攻擊 那一場是 唯有 想說你合理的一場 那一場是噴火的 很厲害的 噴火說我有火我超強 現在叫自己出來 大家不用打 很簡單 一十性雙黑 那我接受吧 那當然是會不會攻擊 這個世界 但是 一對一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會不會攻擊 我真的不能接受 那幾場 怎麼這麼說 你說那一場 緊張感比較多 其一隻 因為問你攻擊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丁宮出場 那一場跟Dorma打 Dorma的苦戰 好像更強 比打前方之鋪 對 這個問題 尼宮很強 對 那個修女 羅利 後來又出來做人署 對 之後又收到後工的 算了 出場的女哥也收到後工 其實我們提了很久 提了很久 我們要怎樣提到 目以信權 厲害 幸運行動權 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怎樣 可以怎樣感應到 一方通行計算 在哪個位置開始計算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有些人解釋很多方法 就說 他WETA的改變是 改變 Acceleration 那什麼事 即是說 我剛剛打中你那一刻 我就縮了 縮向後那一刻 那一刻是 Acceleration 不是 Acceleration 那一刻是零 速度是零 你剛剛停的那一刻 速度是零 但你是在抽向後 否則無故會停 所以加速度是向後的 所以WETA反射的時候 就變向前 什麼 Acceleration和WETA兩個都是速度 但是他改變的是速度 不是改變 那就是向量 不是速度 對 向量 他有個例子很快就破 就是波子去 那牧場會打回 反彈力 一方通行就是反彈力 反彈力 但問題是波子都不掉出去 不是反彈力 簡單來說 就是那一拳打過去 剛剛在那個 一方通行人的能力 有個摩 剛剛在那個摩的前面 剛剛好停下 那一刻 速度是零的 無論怎樣加個褲號 都是零的 所以速度不會變 但是 是向後的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停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變成反射了之後 是向前 打向了波子 那裡 速度沒有變過 但是有向前 所以就打到它 那些人就這樣解釋 那當然 你用一個很微觀的感覺 去想 你怎樣可以 理解 速度是零的 那一刻 去到那個摩 這個解釋不到 問題是甚麼 那些人很明顯是沒有讀書的 因為 就是說 作者沒有讀書 你讀這個 你說那麼多 acceleration 這是牛頓第二定律 第三定律 反射 反射 前提是 鳥是兩塊不同的東西 是兩塊不同的東西 我那個力 怎樣過到對面 沒有迷你性接觸 兩塊不同的東西 是過不了它 是打不了它 就是這樣說 因為它現在要改變 它不是說有兩樣東西 打過來 純粹就是說 我可以改變到這個向量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的 你總之說 我某一刻可以改變到這個向量 其實那個設定是這樣的 或者 角色是這樣的 或者最簡單的 其實你應該說 解釋不了 就是 在我們看了那麼多角度裡面 一方通行的運算能力 不是 是沒有距離限制的 只要它坐標運算到 那個位置 它就可以把那個位置的向量改變 所以 牧原怎樣去想到 究竟 一方通行在哪個位置設定向量呢 應該說 反過來 我覺得我最judge的一件事 就是 牧原它是一個普通人 它不應該運算能力 老實說 如果打一方通行 一方通行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打完 我一個頭打下去 打你運算能力 那你運算不到 你是不是被我打給 是不是這樣說 對的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只要牧原很簡單 走過去 困住他的人 這樣捏住他 算一下 你 老實說 其實 為什麼這樣說 理論上的事 那件事 我不知道 你不理解得到 老實說 我就這樣聽完 我覺得有合理的地方 但是都是有judge的地方 我覺得算了 這件事都沒問題了 但是作為一個人類 我覺得這個運算能力 是不能夠接受的 始終就是我覺得 李牧原可以說 他這個角色的存在 我之前有說過 他存在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是可以 一個克制到一方通行的人 但其實我覺得 連作者都找不到 一個克制一方通行的人的方法 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一方通行 你打完他 反正你打完頭 那我就不打你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要克制一方通行的人的能力 而他沒有用 下毒就行了 不是 你在戰鬥方面 你已經給了一個時限 你可以當作牧原 真的他的攻擊力 真的強度 一方通行的人 真的沒有身體能力 身體能力就是零的人 你可以說 真的中一拳就死 而 很簡單就是 消耗戰 因為你現在有了弱點 其實你不需要 特意找一個能力 去克制 就算你是無限能力 那時候我都可以打得贏你 沒有用的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他用了電子 變腳喪屍 真是死的 還有不是這樣說的 我真的很喜歡套這個武俠小說的問題 武俠小說 有些人以前有些讀明心跳的 可以跟別人的心臟同調 可以說 我令你停心臟 然後你就會停心臟 你就死了 其實可以用回這些 老實說 有沒有向量影響 你講的 你說有就有 你說沒有就沒有 又是評判不到 又是科技術來的 最簡單就是 你拿回最簡單 克制那些技術的能力 武俠可言 我突然間快點倒閉 他設定的設定 說到是有向量去 但有一個人是沒有向量的 有一個人 之後有一個人又是Teleport的人 那我就不太清楚 這個 這個我覺得他在說的 英掌浩美那個 但他說到不知道 那些是甚麼三圍移動 都是移動的 其實移動的那一刻都有 所以一方通人是可以計到的 作者設定是這樣寫的 其實都是那一句 一方通人 你真的要全身計 都是說 其實都是黑制 以現在的一方通人來講 超過15分 一方通人要15分鐘內 要保持這個狀態 去維持 怕你突然放些東西在他身上 但你的能力 我可以放你15分鐘之後 我才再放那支東西進去 其實很簡單 已經很容易打贏一方通人 你說當年的一方通人 或者真的無敵到 沒有人能夠打贏 但現在的一方通人已經不是這個 所以我想作者很想說 在一個時間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打贏他 但其實我也是 你真的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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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牧原神拳的打完之後 我當他那一刻 OK 沒問題 之後 去到辦公室大戰 牧原打了多少下牧原神拳 那隻是喪屍 打完死 很正常的 一方通人HP太過 那些不是HP 身體能力低 但是HP高 我血牛氣 你吹 不是 他扣了一滴血之後 就不扣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解這件事 為何當馬那一拳 並不是簡單 他那一刻是秒殺拳 所以 為何就是一方通人 那一刻 死之一擊 錯 是射破天驚拳 固著物理 死了 是 你最會看到就是 一方通人說 他驚訝的原因就是 為何他那一刻會打死 我明明是血牛你 那個大哥 怎麼會一拳打死我呢 大家明白了 其實前方之風可能他的理解都是一樣 喂 大哥雖然我是魔法師 我吐了這麼多寸 我擺盡是血牛你 為何你可以一拳打死我呢 就是這個理由 大家明白了 大家是血牛你 這個是建議 其實大家誤會了一件事 大家都誤會了這個當馬的有手能力 只是無效化的方法 其實他還有一個附加 function 就是連你的血都變成力 強制扣靈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已經想到克制你的方法 即是克制了無效化方面 但沒有克制了HP方面 強制變靈 所以他們可能都說 給你打拳有什麼所謂 來來來來來 誰知就是計漏了這一點 而暫時來說 魔法則和科學則的人 都還未了解到這個能力 So 所以他們認為 經常都自己說 我已經有萬全之實 對付你上一條當馬了 算了 果然已經被一個 有志偉之傳的船來看見了 萬全之實 就是用那支槍槍 叫蛇叔 都是很統一的 我記得我們之前說 超電池把握船 都是說 木圓 都是說 為何把鐵甲飛拳 撞自己一槍 就完成了 我記得那一句 這把聲音 你又把鐵甲飛拳打他不死 我記得 原來這句話 無論套在哪一方面 都可以正常使用 套在學育刀士裡面 是很合理的 我們沒有槍 就算你好像說 對付這個一方通行 你只要弄一部很強的機械 Metal Gear Metal Gear Metal Gear那類 不斷射過去 沒有的 你射回來我沒有反應的 其實你打了15分鐘 我跟你打 我一樣會贏你的 我一樣可以拘捕你的 我一樣可以拘捕你的 15分鐘而已 你看你捱得多久 我又 你說一方通行的一方法 其實都是那句 老實說 如果作者真的要想 隨便想的能力出來 一方通行控制不到就可以了 因為真的要來講 你喜歡怎樣講 就怎樣講 其實是很簡單的 他又不想 就好像再自說自 他現在也是 其實現在也是 很明顯地自說 其實我一直沒有出場 其實你見不見 我在山頂路 其實在看風景 然後 作者叫做都沒有辦法 我怎麼都要下來 梳打拘捕你 沒有理由 這些事情 我跟作者叫他死 他要死 那些事情 沒辦法 其實 我覺得 因為這麼久的 第三季 他實在必行 其實 不用怕 發生什麼事 當麻都要有嘴巴 右手什麼事都沒有 你說什麼的 新片當麻會噓了 但噓了之後 不知我馬上出來了 真的不知道 這個真的 他是主角威能 這個事情太小 總之就是 每一次 第二季的禁宣目錄也好 或者 稍後來的 超電磁炮 第二季也好 相信都會是 我們這些 能力是套裝 如果第二季 如果跟漫畫這樣走 其實套裝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 你先聽住 JC寫作品 我真的覺得 JC有些問題 應該是 監督 這套東西 那麼羨慕 監督 JC當然你說 配襲作畫的方面 比較多 但他選擇監督 我真的覺得很有問題 其實老實說 有很多位 沿著可以套租的 設定的東西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沿著這樣設 你沒辦法改變這麼多 但那些氣氛的東西 我覺得是做得非常之差 老實說 那些戰鬥的東西 很多集 都是做得很虧 但我真的要說 一個最簡單的東西 所謂的前方之風 大戰 有大戰的感覺嗎 我真的看不到 很抱歉 這隻 既然而已 一個打擋擋擋 你一個打擋擋擋 你一個打擋擋擋 你一個打擋擋擋擋擋 小精靈嗎 出風彈 又不是說的 是對的 DOMMA就好像一個 永遠開著 叫做什麼呢 開著不屈的人 他永遠都只是扣10.0HP 他哪有HP 沒有 他也不用扣 他有 那也有傷的一點 他發獨他的技量夠高 發獨到什麼 右手指長 擋擋擋擋 他技量固然是高 還有他永遠 他還有一個特殊能力 所有機戰都未有試過 關於任何作品 他都有一個叫做雪德的能力 嘩 還見過GAS 某程度是 對 機戰片雪德有時候不成功 但他一定成功 他那個雪德是精神指令 告訴你 這麼大 還叫他扣0 他那個雪德是什麼 直接脫離脫離做你0 扣什麼 你一拳打下去 你一定吃 你所有能力都沒有了 他到底是不是無限 這個根本上 這個是DOMMA遊戲 一方通人都要 這個什麼 東方敗都要輸 絕對 他很可憐 多米HP是不高的 多米HP是一個真實的HP 但他有 你又打我不死 他又被他 他有什麼 但他又不挖 他又長處不挖 他氣力一開始就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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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招不用氣力 然後他所有招有不用氣力 所有招有 然後還有必殺拳 糟了 他的招好像扣無鞋 我覺得套一些正義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反式遊戲 全部都犯規 他是犯規的 他是一個犯規的傳賽 一向都是 所以這招就這樣理解 原來 這樣無限了 去到這裏 看看第三季可以怎樣做 不過舞台就越來越大了 我相信 他說要學英文 他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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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很多人都會牽奏主角語言 全部都是神奇高的 對 你看看這個 某套九日裏 不知道哪裏 異世界都講日文 大家溝通完全沒問題 那你只可以說 異世界都是用日文 剛剛好 哦 厲害 好了 那這套 到這裏 今天到這裏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到這裏 拜拜 今天到這裏 拜拜 拜拜